这品弹炉你收着 修炼总会用上 若是时间充裕 炼丹 炼器 法阵 都得涉猎一些 这对你以后将有不少帮助 是 弟子定会紧急师尊教会 就算在耀阳仙剑 弟子也不会荒废了修炼的 希望下次再见 你已是真仙 师尊这句话 弟子恐怕难以听从 虽然修炼到真仙不算什么难事 只是难保我会忍不住 回来看望师父 这小子到天界别那么一学的 用嘴滑舌的功夫 倒是越来越到位了 小心又被刘青扔飞 你呀 罢了 想回来那便回来吧 你自己小心 别忘了在天界的修行就是了 是 弟子遵命 还是师父都要最好了 在秀海峰总会感觉很放松 难得的平静 也不知道爹和娘怎么样了 人界和仙界没有位面之门练签 不然一定要回去看看他们 师父说 只要我足够强大 就可以随着自己 等我回去 把秦于外护士丹丹的妖族写绝了 然后修成真仙 说不定就可以打通位面之门了 儿子 娘子 你怎么了 做噩梦了 我梦见我的好大儿了 我的好大儿啊 我好想你啊 老婆 我们儿子那是去天界修行了 辛辛苦苦修炼飞升上界的 不用担心 我们儿子厉害着呢 我也知道儿子就修仙不该过于惦念 只是 唉 还是会想啊 我也是修炼者 自然也知道凡人仙人寿命相差巨大 也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再相见 只是希望 他在修炼的时候 也不要忘了自己的终身大事 毕竟父母只会渐行渐远 他身边的人 才是会陪他长长久久的 放心吧 咱儿子心里有数 可恶 这个林玄 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明明都布好了局 还除不掉一个秦皇 秦皇那个老东西 已是先尊 先尊的寿命几乎无穷无限 难道我要永远做这没有实权的秦皇子吗 殿下 我有一计 既然秦皇现在已经闭关 而林玄刚飞升不久 无权无势 殿下何不将他照安 一来能削弱秦皇势力 二来还能随时观察他的动向 万不得已的时候 就除掉他 好 就这么办 我这就派人去请他 林公子正在闭关修炼 吩咐了这个时间 任何人不能打扰他 秦皇子殿下特意召见林玄 岂是你一个丫鬟能阻止的 哼 这么快就有人坐不住了 我劝你不要不识抬举 乖乖让林玄出来 不要辜负我们秦皇子的一番美意 否则 后果你担待不及 陛下才刚回来 七皇子就来请公子过去 你听就没什么好事情 你们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了 那就别怪我们手下不留情了 来人 先教训他一顿 再开门请林公子出来 是 等等 公子 没想到一个真仙统领 竟然还要对一个 手无寸铁的小女子动手 传出去七皇子的名声 也不好听吧 林公子 以你的能力 自保尚且费力 难不成还要保护这小丫鬟吗 何况她不过是个区区婢女 我家主子根本不会放在眼里 只要你跟我走 我就饶了她 哼 你和她都是当下人的 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 却如此出言不讯 俗话说 傲慢的主人 才会交出傲慢的狗 你家主子 我不见也罢 我只是个传话的 还望公子不要让我为难 若您执意如此 在下也只能采取一些 强制性手段 请公子前去了 同样的话 不要让我说第二遍 滚 公子 奉劝你不要不识抬血 纵然你在北方战场 助陛下打败妖族 也不过是一件小事而已 别妄想凭借这一点 就能攀上秦皇当靠山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 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 都开不了的人 这我可能会重大 我家王城 白墨淘汰 下一个 起头 使用一次断步机会 第五层亮了 身为某种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受 那叫秦宗 真的 你让他九层亮起来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吗 非要来自取命 秦宇 赵殿 李清禾 秦宇 秦宅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你的行为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脉尽碎 成为废人 怎么会 那我真正将能不能来吧 秦宇 大必兄 大必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的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boss 陪我脱头开始新的冒险 啊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啊 怎么办 我们今天晚上都逼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啊 快让人走 我们要脱头啊 我们退掉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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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严 这就是你说的 欲要成为初决 先要补起新智 牢气筋骨 现在够了吧 你还不明白吗 父皇已经抛弃你的废物了 从今天起 朱严我就帮你开启修崴子 选一把 而是世上最强的剑 啊 啊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嘿嘿 不要吃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迷啊 不 不可能 你已经和反面无敌 不不 饶我一边 哈哈 哇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识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开不了的人 借我能够存在五家宝壁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其头 使用一次断步机会 第五车料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收 那就继续 真的 你让它九头两起了 是 一